抓农石 盲春耕 各地春种春馆正在加紧开展 我们来到各地看一看 这段时间新疆阿克苏地区的170万亩的玉米 陆续开始播种了 在阿克苏市的一处农田 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大马力图拉机 带着一体化精粮播种机 按照预定设定的播种线路进行播种 这种一体化精粮播种机 不仅能够实现精粮播种 而且还可以提升种植的效率 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 近年春季玉米播种的任务 目前阿克苏地区调配投入各类播种机 近2400排台 在河南筑马店市小麦陆续进入抽碎洋花期 此时是实施小麦一喷三房的关键时期 农技服务队走进田间 给种植户们讲解小麦调袖病 赤霉病等病虫害的防控要点 今年猪马店市共种植小麦1171万亩 长势好于往年 在江西省南昌市的南昌县 早稻栽波正在全面展开 今年南昌市早稻的播种面积191.8万亩 当地投入了各类的农机具 加速推进早稻栽波 目前南昌市早稻栽波超过130万亩 完成计划播种面积约七成 早稻插秧芒 安徽同城市龙腾街道的稻田里 农机首架是插秧机 在田里作业 一丛丛央苗从苗盘上有序滑落 整齐地插到水田里 一排排插好的央苗生机勃勃 今年同城市早稻种植面积8.5万亩 播种机械化达到90%以上 预计本月下旬能够完成早稻的移栽播种 进入4月中旬 重庆也开始了大面积的水稻插秧工作 在重庆市同梁区虎丰镇的水压村 经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及现代农业项目建设 一年前还是让人伤透脑筋的洪涝灾害地 如今已经变成了近300亩高标准水稻田 这两天在这里正在抓紧农石进行插秧工作 总台记者牟亮正在现场 我们马上来联见他 牟亮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水稻插秧的详细的情况 好的 蝴蝶 我现在就在重庆市同梁区虎丰镇的水压村 这里是一大片的水稻田 主面积大概300亩 正在这块大田块上进行作业的是一个插秧机 这个插秧机它用不了20分钟 就能将这样一块田插秧完成 而在另外一边是质保无人机 正在进行一个施肥作业 和传统的人工施肥相比 无人机施肥的效率提高了几十倍 而且插秧还很均匀 不光机械化插秧和质保机 正在这块高标准农田进行作业的 还有悬根机正在打江 全部是由社会化服务提供 这些农机它循环作业效率极高 大概三四天 这片地的水稻插秧工作就会全部完成 让众人大户们借用了大量的人力 耕作成本也会显著降低 实际上在去年的夏天 这里还是一块经常遭遇洪水淹没的灾害地 因为这里在一条小河的边上 每年雨季的时候 一旦出现暴雨伤红 这块地就会被大面积的淹没 上面种植的作物基本上是颗粒无收 从去年十月开始 当地利用农贤期间 就抓紧进行高标准农田的改造 这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满足机械化 标准化生产的高标准农田 在这块田地里 一条开阔的基根道从中间穿过 农机可以非常便捷地靠近每一块大田 基根道的左侧的农田 因为靠近河流 虽然零和田坎进行了一些加固和维护 但仍然存在发生灾害的可能 所以当地因地质疑 旁边的这个田就通过无人机直播稻谷的方式 种植的是一种普通水稻 产量大概在800到1000斤 一年只有一季 这样就避开了汛期 而基根道的右侧的农田 它的排水条件相对较好 插阳机正在进行一个插阳工作 种植的是高产再生稻 一年可以收两季 它的母产量也能达到1300到1600斤 在同梁区全区的一个土地综合整治 和现代农业产业项目改造的过程中间 技术人员其实还结合农田改造的一个需求 进行了一些创新 比如说这里 这就是一个防止填坎被冲垮的一个出水口 是不是和传统的汽垒式的出水口有些不同 这是技术人员受到了一个高速公路排水口的启发 与生产厂家一起改进设计的 还申请了一个国家专利 今后呢 这样的一个玻璃缸的可装配式的模块化的东西呢 它会在工厂成批的生产 在大部分稻田上也都能使用上 它的回收利用和更换是非常方便的 此外很多田块呢 还增加了一个进水口 确保水到种植过程中间 水能够方便快捷的进来 而且每个小田块都有夏田坡道的一个连接 方便机械化设备的到达作业 据了解呢 作为重庆重要的水稻生产区限之一 同样今年水稻的整体种植面积 超过40余万亩 现在这个春波插秧的工作呢 正在有序地开展 好的主持人 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好的 谢谢牟亮从重庆的稻田里 给我们发挥的热气腾腾的报道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日前河南信阳市的 淮宾县的三万亩猫爪草进入了圣华期 猫爪草呢 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 因为它的块根酷似猫爪而得名 猫爪草的快根可以入药 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 现在也是猫爪草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 由于出草剂呢 对猫爪草会有伤害 因此清除杂草全靠人工 到了5月中旬猫爪草就会迎来收获 听伤害了 绝对猫爪杂草的故事